4月16日,2019年香港国际创课节开幕,香港知名艺人谢霆锋担任创课节活动大使。 在论坛环节,谢霆锋和在场的青年交流创业心得,他称创业者需要预见未来将面临的问题,而且要坚定地认清目标,百分之百坚定才有成功的可能。 本届的创课节已将创新及科技融入生活为主题,展开了一系列的主题论坛,邀请了各地创投界的精英,旨在激发更多创课动能。 作为创新及跨界创业的精英代表,谢霆锋在论坛上以演讲嘉宾的身份,与现场近五百位海内外不同业界的青年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验。 很多新的年纪或孩子这些天时,他们会说,我想做演技,我想做音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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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但他们试试了两个月,或一年,一年, 然后后半个年,他们会说,我不是很好,我会放弃,我会放弃,你不能。 所以我说你们真的必须要诗实。如果你们太爱,你就可以迷走,你能努力,愿意。 因为当我做事情,我全会成功。当我有自己的跳舞,我全会成功。 我知道我会受伤,但是这就是赯试。 谢霆锋笑称,香港从做事到美食往往都要求正宗,这是好的习惯。 但是用这种思维来做创科却缺少了灵活性 年轻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当求新求变 对于未来要有一定的洞察力 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布施政报告时 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同时在汇聚人才、提供资金、科研基建等方面 政策都有所倾斜 科学园、数码港以及各地孵化器 成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的新乐园 2018年林郑月娥出席香港创科博览开幕典礼时曾说 香港创科发展进入了风生水起的年代